这是京城百姓和太学学子 共同签订的万人请愿书 恳请皇上广开明智 允许女子习闻弄武 优秀长亦可入朝为官 臣复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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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既然是这样 那就 且慢 你想不想知道齐王为了你 会做到什么地步 来来来 我给你买上啊 这些石灰自带松散 眼神阴冷 很明显不是之前的狱卒 原来如此 他们制造围城 若能给裴兄治罪自然是最好 若是不能也能传递我处境的危机 以此作曲以裴兄过来 你可千万别来 齐王 苏来不理政务 怎么忽然因为女官的事情 如此的忧国忧民呢 为皇上分忧 为设计尽力 是人臣之本分 我看 我看 你是为了救苏慈吧 启禀皇上 雷尚书有事求见 宣吧 宣雷尚书觐见 陈雷尘 叩见皇上 平身 谢皇上 雷爱卿 有何事要奏 启奏陛下 明镜署 少署苏慈受 齐王指使 女扮男装入朝为官 欺君往上意图不轨 证据确凿 请皇上定夺 这是苏慈的政策 齐王是看中了 他的破案能力 才安排他进入明镜署的 小小年纪便成为少署 都是齐王有意照顾 而这一切的安排 都是齐王犯上作乱的 其中一步棋呀 皇兄 你有何话要说 雷大人 尚不说这政词 是否有驱打成招之险 就算本王安排苏慈 进入明镜署 单凭一个女流之辈 怎么样才能犯上作乱 众所周知 明镜署直属御前 苏慈关节越高 离宫围越近 齐王如若有心做点什么 怎么可能无计可施呢 况且前些日子 齐王尽心尽力 为苏慈晋升铺路 闹得满城风雨 大家可都看在眼里 苏慈进入明镜署 短短几年 接连破获大案要案无数 一心为皇上排忧解难 是问雷大人 他到底有何不轨行为 他所作所为 对得起天地 对得起皇上 我为皇上力保这样的大量人才 又怎么是败坏朝纲 皇上 雷正既为臣辞 就绝不允许有人犯上作乱 危害皇上 请皇上下旨 耻夺齐王封号 彻查此事 至于苏慈 即可问斩哪 皇上 此事涉及明镜署 臣自问有失察之责 本不该多罪 但仅凭一份语焉不详的证词 在并无铁证之下 就定罪论处 实在难以服众 请皇上三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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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皇上 区区一份证词 确实证明不了什么 但是苏慈 西军网上确实事实 待到北戎使臣离京后 即可问斩 皇上 皇上 现在虽然没有证据 证明齐王有罪 但是 他包庇纵容苏慈 欺君网上 这是个不争的事实 不过就这么轻易地 放过了齐王 恐怕皇上 会遭天下人的智慧 说皇上您 包庇亲族 那就罚齐王即日起 闭门思过 你们两个人 从后面进去 如霜 你 你怎么来了 和您一起去劫狱 放雷大人之命 任何人不得入内 大胆 你们连齐王也敢来 齐王殿下 您现在 难道不应该在寝宫 闭门思过吗 本王现在应该在哪里 不用你来管 王爷 此处关押的可都是重刑犯 任何人不得入内呀 那如果我一定要进去呢 臣职责所在 绝不能坏了规矩 如果殿下一定要进去 臣只能冒犯了 只是 殿下为了区区一个苏词 就大闹刑部大牢 这要是传出去 恐怕 王爷 苏姐姐 兄兄 苏姐姐 是谁把你打成这样的 我要杀了他 我要杀了他 快走 不说 谁让开 谁让开 让开 小终主 我们来了 裴大哥 裴兄 快走 你怎么来了 这是一个陷阱 你们快走 快走 普通劳犯的囚犯 已经暴乱了 李政 唇叫头烂盒呢 你都知道 天牢的守卫 一般都是 从战场上 推下来的士兵 不知道什么时候 变成了陆陵高手 这种障眼法 我还是看得清呢 李政的人 除了利用我构陷你以外 没有什么办法 可以对付你 你只需要忍住 什么都不说 他就没办法 对你做什么 但是 你一定要 小心防范 因为他背后的人 想得对你不利 你都这样子了 你还操心我呢 我没事 这里太危险了 你们赶紧趁乱走吧 你现在还说没事 你都别打成这样了 这不过 是些皮外伤 不害死的 就是 这牢房的菜 太难吃了 又不干净 等你出来 我让飞燕给你做好吃的 谁都什么时候了 还说废话 先走 住手 他们走 我们走 为什么呀 他如果现在走了 以后怎么光明正大见人 裴大哥 你是不是已经想到 救苏姐姐的办法了 你们放心 我一定就打出来 走 小苏 走吧 走 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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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 走 走